走開 嫌犯就是他 在冷血殺害8歲女童落網後 眼神露出殺氣 根據了解 女童的傷口有10公分長 嫌犯行徑相當殘忍 比較難過的時候 是在我玩有小孩子 然後又解剖到小孩子 你可以想像得到 我在家裡是陪著小孩子玩 然後穿起解剖衣 就到解剖室解剖下去 這個小孩子跟我的小孩子一樣 他為什麼會死呢 法醫發現 劉小妹的氣管又都賣全斷 弓弦下手兇殘 一刀不夠 再補一刀 有時候這個是惡度傷害 也就是我自己在承受這種 所以法醫有時候會比較抑鬱一點 就是會看到這種不幸的事件 痛苦的發生 那當然你就是說進的解剖室 是這種心態 但出去以後就要土資台南 同樣穿上白袍拿著手術刀 卻不像一般醫師背負救人使命 而是面對一句句冰冷遺體 法醫研究所病理組長蕭開平 25年來解剖過上千句 每天最重要的任務 就是從屍臭中找尋真相 2006年的花蓮屋子命案轟動全國 五名子女被發現 頭部罩著塑膠袋 手腳被鐵絲捆綁 誠實在浴室 做解剖以外 你還要有一些情境的描繪 就是說那五個小孩子都被放在 一個小房間裡面 意思一樣的小房間裡面 所以你一看到那種情境的話 就感覺上不太對 那個整理著飄飄料料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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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擺在小房間裡面 所以你從那個情境來看的話 你就知道這個案子 好像不是一般的踏上案件 五個堆疊在浴室的小生命 撼動台灣社會 法醫解剖驗屍 認定狠心兇手就是親神父母 痛下殺手前先下藥迷魂孩子 因為我們的工作 這是一個大癌 然後真的一個工作 只要撈到這個成分 這個成分可能就是一個破案的關鍵 我們發現有一個就是 就是Ropitene 這個Stenose這個成分 它的濃度是比較高的 這個血中濃度去突破 這個加害者的心化 市管理ECC的血液慢慢篩檢 再定量 一種又一種的成分 慢慢比對找出破案關鍵 或是透過顯微鏡 觀察薄薄一片四維米的切片 滿手在細胞和組織之間 評凑真相 從醫學院學生取得醫師資格 再踏入法醫領域 至少要經歷13年的訓練 他們和白色巨塔裡 大家熟知的醫師很不一樣 法醫往返的是殯儀館 面對的是不可能救回的死者 但在撲朔迷離的案件中 他們是破案的幕後工程 替死者發聲更是家屬的一絲希望 指引的準確的研判 這就是我們的成就感 這個就是還給司法很多的一些清白 所以你說我為什麼沒有挑戰性 我很有挑戰性 而且很有滿足感 進去